目前中东地区闹得不可开交,伊朗、土耳其、阿富汗、叙利亚、也门、沙特十国联军等,全部卷入其中,而背后的最大受益者无疑就是美国了。 之所以中东地区长期都处于战乱当中,可以说美国就是罪魁祸首,目前土耳其和伊朗国内虽然还没有被战乱波及,但是随着美国不断加大制裁力度,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,随时都会出现,尤其是伊朗,跟美国可以说是仇,一旦彻底撕破脸,甩掉包袱的伊朗必会猛烈反弹。 众所周知,伊朗有着中东地区数一数二的军事实力,各类导弹加起来的数量,跟中俄比都不遑多让,伊朗深知就算自己再强大,也很难对美国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威胁,所以将国防建设的重点,放在了针对美国盟友身上。 目前伊朗在中东多线开战,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军队,一直部署在离叙利亚以色列边境十分近的地方,同时源源不断地向哈马斯提供武器装备,持续对以色列展开骚扰。 而战国最突出的则是也门内战,伊朗支持的胡在武装,让沙特使活联军毫无办法,打不过不说,自驾的邮轮还险些被炸,尤其是沙特,两条运游主干道,就在也门和伊朗的眼皮底下。 如果美国贸然引发了战争,那么遭殃的无疑会是美国的这些亲密盟友,我们无需质疑伊朗的实力,伊朗已经享受了多年被西方国家制裁的待遇,如何在夹缝中生存,伊朗可以说比任,何人都有发言权。 在中东这个工业技术普遍落后的地区,伊朗凭借着自己的努力,独立研发出了战机、坦克等大型装备,而在近日,央视又曝光了伊朗将要进行的大动作。 据报道称,在本月22日,伊朗的国防产业日上,伊朗将会展示一架新型的战机,22日也就是48小时之后,根据外媒披露的信息来看,伊朗要展示的这架新型战机应该就是F-313型隐身战斗轰炸机。 该款战斗机是伊朗完全自主研发的新型战机,具备隐身能力,以及对地攻击能力,可见伊朗这么多年,都在闷声发大财。 不过美国专家却不以为意,表示此款F-313的发动机,还是来源于美国的J-85,推力非常小,隐身性能也很一般。 美国之所以这么说,倒不是因为发酸,此前美国退役的F-117隐身战斗机就是个例子,虽然曾经辉煌过,但是仅仅为了追求隐身,实用性大大折扣,此番话无疑是在告诉伊朗,这些都是美国完胜下的,跟真正意义上的五代机还差得很远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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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